吴敦义介绍企业大幅捐款 韩捐额不到一成高市长韩国瑜 今日下午公布去年市长选举竞选经费近1.3亿元 高达近9成来自个人小额捐款 协议款约1500多万元 易送监察院审查 黑韩及先锋的桃源市议员王浩宇已为剪刀枪 在脸书播文重选会规定高雄市长竞选经费上限为8884万亿千元 威法还那么大声 不过 刘弹立即扫到陈局 蔡英文与林佳龙等民进党大咖 网友拉莫利厄姆指出 看到一堆人在酸韩国瑜的竞选经费超过法定上限就觉得好笑 真的要比 那我们先来谴责陈局 蔡英文与林佳龙吧 他提出数据如下 2010年高雄市市长选局法定竞选经费上限8800万 陈局政治现金收入9900多万 支出1.05亿 超额法定上限1700万 2010年新北市市长选局法定竞选经费上限1.04亿 蔡英文政治现金收入1.44亿 支出1.46亿 超额法定上限4200万 2012年总统全局法定竞选经费上限4.24亿 蔡英文政治现金收入7.56亿 支出7.09亿 超额法定上限2.85亿 2014年台中市市长选局法定竞选经费上限8700万 林佳龙政治现金收入1.27亿 支出1.29亿 超额法定上限4200万 网友拉莫利厄姆表示 虽然选罢法有规定竞选经费的上限 但罚则已经在2009年修法时取消 换句话说 自2009年以后 关于竞选经费上限这件事就已经是宣誓性的限制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时候拿这条法条来酸韩国语有什么意义 中时电子报莱斯布洛克阿兹 会